我們來看一下有關E-Day E-Day函數主要我們是針對 我們的年曆部分 假如說我今天需要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的話 因為假設我今天只有產生1月的第一天 如果我2月1號一直到12月1號我要自動產生的話 因為它相差都是剛好相差一個月 所以其實這裡的話可以用E-Day函數 我們來看E-Day函數 比如說我今天的話 奧運這個日期改一下 改2021的7月23日 假設我今天要知道奧運的前後三個月的話 首先第一個我先把它等於這一天 日期再過來 那如果奧運的前三個月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你可以用E-Day函數 不過特別注意 那個E-Day函數主要是針對那個月份 也就是相差幾個月份 哪一個日期相差幾個月份 所以我們直接用E-Day函數按確定 哪一個日期這個日期 相差幾個月 相差三個月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日期 那你會發現它其實原始也是一個數字 那只是說因為經過格式 那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那你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不用E-Day函數 來做這個動作的話 其實可以用另外一個函數 另外一個函數的話呢 你可以用Date函數 不過Date函數的話 就會相對麻煩 為什麼 因為Date函數 它必須要先把 比如說奧運這個日期 但你如果帶過來的話 它只要E-Day的話 變成說你要只針對這個日期取得E-Day 那變成你要在這個 外面再包一個什麼 E-Day 刮斧 也就是先取得 這一個日期的年的部分 然後月的話怎麼辦 還是一樣 針對這個日期的月份 所以這裡需要再加上month 然後日的話呢 一樣 就是這個日期的Date 所以這邊比較麻煩變成說 一個Date函數呢 假如你要用它來做計算的話 首先你必須要用YMD 先把這個資料先分開來 然後再針對你要計算的月部分 加3 OK這樣的話呢 才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當然這個結果會是一樣的 只是格式不同 格式不同沒關係 你可以把這個格式複製 都過來 一樣寬度不足 OK 不過呢 比較之下 當然E-Day函數跟Date函數比起來的話 顯然 這個E-Day函數會簡單許多 不過呢 E-Day函數只能針對 就是日期相差幾個月做計算 如果你要相差幾年 那就沒辦法用E-Day OK 那我們前三個月的話呢 一樣E-Day函數 前三個月的話呢 這邊就-3就可以了 -3個月 按確定 它就幫我把哪個日期帶過來 所以如果同樣的道理 假如說我要計算年曆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什麼 插入函數 一樣用E-Day函數 這個日期相差幾個月 相差一個月 OK 那因為按確定之後 它會把我們把格式帶過來 所以應該會得到2月1號吧 那一樣的方法我向右填滿 那因為向右填滿的過程當中 它這個A2 A1的部分 因為向右填滿 它的欄會加1 所以向右填滿的過程當中 它這A1會變成B 也所以喔 它會指到前一個 這個又指到前一個 所以前一個加1 相對的就是 都是每個月的第一天 所以我先做出2月1號 然後向右填滿 取到那個12月1號 然後寬度不足的話 習慣上我會把3月到12月選起來 這個整藍選起來 快速在其中一條 這個藍的線上面點兩下 它就自動填滿了 如果太寬了 那我把它縮小一點點 這樣就可以看到全部的 OK 所以先利用E-Day 做出每個月的第一天 那再來的話 如果年曆部分 我們希望可以把其他天也做出來的話 當然接下來就是你可以 在1月2號的話 等於什麼 這一天加1就可以了 因為它是個數字 加1之後的話 那就是加1天 那就1月2號 那向下填滿 其實理論上 向下填滿到A32 在向右填滿 其實理論上到L藍 L藍 放開 理論上一整年呢 應該就會全部出現 不過會有一個產生的問題 如果我說它月份是31天的話 那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它的月份 是只有像這個是28天 它就多3天出來 所以這個應該刪掉 那4月的話多1天 6月的話又多1天 所以這個是多出來的 如果今天我們是希望 可以產生一個邏輯 就是看有沒有辦法 我如果向下填滿的時候 自動幫我判斷 判斷什麼 判斷如果它產生的月份 跟它 它的 上個儲存格 加了一天之後的月份 如果 跟 這個 它 加了一天的月份 不一樣的話 不同月 就是不同月份的話 那怎麼樣呢 這裡面就不幫我輸出結果 也就是說 有點像是幫我把它delete掉 這樣子 那該怎麼寫 不過呢 如果你把它delete掉 會衍生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它下一個要在偵測上面 因為 你給它的日期格式不對 也會產生錯誤 那如何把錯誤給刪掉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先想想看 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那你想說 老師那沒幾個啦 直接按delete不就好了 那就是因為我們不希望 每個地方都要按delete的 這個方法解決 因為你也是算 土法鏈鋼 我們不需要土法鏈鋼 那該怎麼做 所以第一個 如果我今天希望先產生 2月到12月的第一天 第二個的話呢 我再產生每個月的 這個加一天的日期 再來就判斷 如果 我 前一個日期 加了一天之後 跟我原來的月份不一樣的話 那就不幫我產生 那 這個公式該如何下 請各位先試試看 eDay 然後再到綜合練習 試試看這個部分